嗨 大家好 我是柯柯 暑假刚过完 不能再睡到中午才起床了 我到现在还在适应做席 你们呢 是不是也很希望暑假 永远都不要结束呢 而且啊 放假的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过得特别快 咻的一下就过完了 今天的未来小学堂 主角就是宝贵的时间 荧幕前的你也想知道 一天为什么是24小时 一年的长度是怎么定出来的吗 还有 古代人没有手表可以用 要怎么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在节目的最后一段 可可我还要传授你 有效运用时间的小撇步哦 来 我们现在就把握时间 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Go 太阳公公起床咯 大部分的人也开始一天的活动 不过啊 中国古代人所谓的 鸡鸣而起 指的不一定是天亮了 公鸡提叫的时候才起床 开始一天 而是大约凌晨一点到三点 就算是一天的开始咯 古埃及法老还会举办仪式 来督促太阳升起 对于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时间 可说是非常的重视 不管是东方的中国 还是西方的埃及 地球上的人类除了对时间的重视以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大家都有用到日月年 这些时间单位 从日升到日落是一日 从月亮的银圈定出月 再从太阳与星座的相对位置 定定出年这个单位 你们也发现了吗 这三个时间单位 跟自然的循环规律 可说是仅仅相关 简单来说 我们所谓的一天 就是地球自转一圈 一个月是月亮绕地球一圈 一年则是地球绕太阳 转了整整一圈的时间 那一周呢 有一种说法 是2500年前的巴比伦人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来自圣经 上帝用六天的时间 唱世纪第七天休息 但不管答案是哪一种 一周七天的规律 都和自然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有非常多的时间单位 都是人类为了方便 自己定出来的哦 古人发现日月的循环周期 定出了日月年 可是如果想要计算 一天中的一段时间 没有手表的古人 会怎么做呢 测量时间的办法 聪明的古人可多的呢 在地上立根杆子 观察影子随太阳移动 而产生方向和长短的变化 就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或者是把沙装在沙漏中 沙子从上到下漏完一次 就是一段长短固定的时间 还可以烧香计时 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一样 短短一炷香的时间 就想好破解敌人的招式 如果想知道现在是几点钟 古人也想到可以用声音来提醒大家哦 在家家户户都没有时钟的古代 有一个专职的工作叫做打根 负责打根的根夫 会在不同的时间 用不同的间隔敲响竹筒 或者是铜锣 人们只要仔细听 听到这样一慢三快的节奏 大家就知道 哦 现在是凌晨一点 哇 那这一次是一慢四快 代表的是凌晨三点钟哦 跟打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钟声爆石 你们看 这是英国伦敦西敏寺的大笨钟 现代的它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在两百年前 它可是重要的爆石工具 每十五分钟会扬起悠扬的钟声 让大家知道 哦 又一个十五分钟过去了 而且钟声有四种 在一个小时之中 轮流响起 让人一听就知道 现在是整点 还是十五分 三十分 四十五分 听钟声爆石的传统 后来也传到了台湾 你们听 诶 听到了吗 就是你们每天都在听的 上下课钟声哦 世界上的人高矮胖瘦不一样 拥有多少钱也差很多 但是每个人一天所拥有的时间 都是一样长 所以非常公平 那如果能学会如何善用时间 你就像是得到了超能力一样 比别人多一样秘密武器哦 现在就让我来示范一次 如何善用放学以后的时间 你们看 我先把想做跟要做的事情都列出来 踢足球 看电视 玩游戏 遛狗 还有做功课 再把这五件事依照重要性重新排列 一定要做的事情放到最上面 我和朋友约好 一定要到场的踢足球 是第一项 还有 带小狗出门散步 是我负责的家务 所以要放第二项 那接下来依序还有 做功课 看电视 玩游戏 然后把每件事情要花多久时间 也要飙上去 嘿 好了 这样子写下来就清楚多咯 放学后到晚餐前 一共有三个小时 我可以完成前次项 但恐怕就没有时间玩游戏了 哎呀 没关系啊 那就改天再说吧 最后啊 我只要依照顺序完成 先去踢足球 遛狗 再回来做完功课 接着看电视 嘿 如此一来 该做的事都有做到 想玩也有玩到 嘿嘿 爸爸妈妈一定会被我的认真给吓一跳 嘿 怎么样 安排时间是不是一点也不难 来来来 现在就换你们 一起拿出纸笔 为自己宝贵的时间 拟定计划吧 那我是柯柯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所以,为了更有效的运用时间,可以试着写下明天的to-do list代办清单,不然很容易觉得time flies,时光飞逝哦。 今天学到的单字有hour,hour,小时,day,day,天,夜,夜,年。 去年,to-do list,to-do list,代办清单。 那今天的音语聊天室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这些东西也很有道理耶。 不管是有钱人或是没有钱的人,大家都得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等一下,这是不是刚刚小学堂的内容? 对啊,就跟我们主题非常有关系。 那答案就一定是,时间。 答对了。 还浪费了我这么多时间去想答案。 还好吧。 好,再一题,再一题。 好,第二题。 有队兄弟真奇怪,天天赛跑不嫌累,弟弟跑了12圈,哥哥才刚好跑了一圈。 那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觉得不奇怪,但很不公平啊,为什么? 哥哥就走得比较慢啊。 哥哥走得比较慢,他跑一圈,然后弟弟要跑12圈。 对,所以请问一下这对兄弟是? 是动物吗? 不是动物。 不是动物。 是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事情吗? 是生活中会遇到的物品。 物品。 对。 而且一定跟今天的主题有关。 没错,而且他们喜欢走圈圈。 他们喜欢走圈圈。 圆圆的东西喜欢走圈圈。 没错。 是时钟。 里面的。 长针跟短针。 所以哥哥走一圈,那哥哥一定是短针。 然后弟弟要走12圈,所以弟弟是长针。 没错。 答案就是时针跟短针啦。 耶!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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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